大家好 各位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來分享的車款是公司裡面 KT的工廠裡面就有的試乘車 這部車是Golf的7代 這兩款車都是7代的1.2 後來Golf有小改款 一般我們叫稱之為7.5代 7.5代就改成是1.03缸的渦輪 這顆引擎是4缸1.2L的渦輪引擎 後方的懸吊跟Golf是不太一樣的 後方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懸吊設計 是一個拖一幣的懸吊設計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部是有貼模 這兩台車都是1.2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拆下來的兵震器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是要介紹車友有改的哪些東西 它的原廠避震器 前面一樣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後方的話是拖一幣 後方的話比較簡單 但是後方的阻尼還有彈簧的機構 是跟一般的多連桿的懸吊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拖一幣的話後方的彈簧磅是稍微比較低的 那KT的配置是配置4公斤 前方的話賣花層的話我們配置7公斤 那如果是2.0升 或者是Golf之類的 11888的引擎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的話 是會配到8.5公斤 所以在彈簧還有一些配置設計上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是後方的拖一幣的彈簧 1.2升 1.0升 或者是1.6TDI的 它的後懸吊都是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那這樣懸吊系統的 後面的阻尼其實是比較輕 因為它相關的一個懸吊擺設的位置是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阻尼值呢 跟多連桿的阻尼是不太一樣的 它其實還蠻輕的 所以 原廠的阻尼值 是就已經做得比較輕 那在KT配置的4公斤的彈簧 還有 阻尼上呢 都會因應這台車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甚至是連調整機構 Hillowkey的話 也是做這一部車所專用的規格 那這一台 九輝色的1.2升呢 有改了18吋的旅圈 這個也是炫壓的嘛 也蠻輕的 這個是輪胎式PC利用 22540 18的規格 好 那避震器的部分後方已經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這邊好了 它的後方懸吊系統啊 就好像是日系 或者是一些歐系的小車 後方的話 機構很簡單 是一個多一臂的系統 那 後方的彈簧啊 KT的配置是配置的 大概210長 210長 然後空間數的話是4公斤 國府從四代開始 五代六代七代 後方的懸吊系統啊 它的上方的機構 這個後上座的機構 都是要沿用原廠的 上方機構要沿用原廠 那在上座的下方呢 就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就是可以讓車友 自行來調整軟硬的部分 那這裡有一個防塵套啦 防饅頭這些都是 不需要再沿用 不用再拆原廠來使用 所以直接用原廠的一些上座 然後這些都是KT所專用的 但這台車後方 只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當車高的調整 是在彈簧上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那這個調整機構 是來調整車高的 所以像這樣的調整機構啊 如果統身的長短 是沒有辦法改變車高的 統身的長短 是來預載彈簧 我們這個彈簧的話 210mm大概21公分 壓縮大概3-5mm 手搖起來啊 它彈簧不會晃動的幅度就好了 千萬不能把統身縮得太短 把彈簧預載過多 這樣的懸吊系統 特別特別特別 忌會把彈簧壓縮過多 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這台車 所有安裝的重點 就是在後彈簧的預載 統身不能說得太短 這是後方的一個車高部分 那這台車配上225-408的車高的話 大概是三指半左右到四指幅 原廠的啦 預計等一下降下來的車高 大概剩下兩指幅 那以這樣的設計 大概降到最低 大概是輪胎跟葉子板 以25-408來說 差不多剛好切齊 剩下半指幅 甚至再少一點點 那最高的話 可以跟原廠的車高一樣高 所以這台車KT 不論是GTI的車款 或者是1.2升 後方拖翼力的車款 所有的我們都是做這個 Golf車系專用的規格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影片當中 有介紹到的GTI 它的HiloKey的話 調整機構比較大顆 那這樣1.0、1.2升 它的HiloKey是比較小顆的 所以這一個調整機構的話 KT特別用心 還為了1.0升還有1.2升 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 它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所以 這些腳管的一個離載串座 都是沿用原廠的 那這個離載串 其實每一間設計 也有歐系大廠 設計不是這樣子 那KT這個設計的話 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離載串 是沿用原廠的規格 它的離載串 長度比較長 如果啦 我們設計是要把它 固定器做 往下挪的話 那這個離載串 就要換成短的 換短的話 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在轉向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會干涉 第二個 當換短的時候 它一般來說 都會附一個可調的 但是可調的話 壽命 可能還是不及原廠 因為當車高 當這個離載串的長度 變短了之後 然後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它的離載串 是要 它有一個球頭的機構 是要移動的 如果變短了之後 它的移動的角度 就變大 那原廠比較長 它的作動角度比較小 所以相對的 原廠它的離載串的壽命 會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這個設計的話 是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那原廠離載串 在日後維修上 也比較單純 因為如果啦 覺得原廠太貴的話 那這個車賣得太好了 也有副廠的可以選擇 所以KT的設計是要 沿用原廠離載串 這個是 對離載串的說明 是有正面的把握 那這條彈簧 KT的配置 是配置了 160mm 就是16公分 公斤速的話 是7公斤 其實它的磅速 以這台車來說的話 算是剛剛好 那彈簧的形式的話 並不是配置選擇 我們是配一個 胡蘆狀的彈簧 讓它的一個 長座感的舒適度呢 能夠兼備到 1.0、1.2、1.4 升的彈簧配置 都是配置 160長7公斤的規格 那這部車的 從 Golf的五代 六代 七代 的前面的上座 都是 KT都有附一個強化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 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那在KT用料的部分 用料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主尼友 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尼友 油封的話 一樣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封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 就算用那麼好的主尼友 他有可能 用了幾年之後 會裂貨啊 那這些都是可以 日後 可以維修的 好 那主尼的部分 這一台車 鏡頭帶得到嗎 這裡有一個試蓋 有問題 好 馬自達3換KT 要換 馬自達3 好 來 我們先來解決 解決那個車友的問題 馬自達3啊 換避震器 需不需要換兩角調整器 這個問題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 車高 如果車高有要降到兩指幅 以上 其實經理會建議大家 要換兩角調整器 但是這個問題 有一個車款 除外 馬自達3的4代 就是去年 我們KT好像也有開直播吧 去年6月 6月底 上市的那一台 最新的4代 因為他後面的懸吊系統 跟這台車是一樣的 他後方是一個 不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也沒得改啊 所以 馬自達3的1代 2代 3代 如果 改裝KT的避震器 會建議啦 要改兩角調器 我們再回到GOLF7的一個車上 這部車的話 如果要調整阻尼的話 他這裡有一個試蓋 試蓋稍微有一個試條 稍微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這裡有避震器的上座了 那這個上座其實它很容易會受潮 譬如說我們有洗車或者是有下雨的話 它的水會從這一個上座這裡有 其實本來就有一個透氣排水孔 所以水很容易從這裡流下去 所以一般啦 我們建議的話 車友的話 可以自行從這個透氣孔裡面 噴一點防鏽的油脂 那KT安裝的時候 其實都有屠附一些銀色的 這個是 服飾的鋁 1100 這個算是殺機用牛刀 一般不用屠附到那麼好的油脂 因為這個是抗高溫的嘛 但是 我們屠附這個油脂的目的性呢 就是防止它會有一個生鏽的狀況 那阻尼調整從這個地方來調整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那阻尼調整的方式 第一個胎壓一定要正常 像這部車的話 經理自己也開這部車嘛 期待的 應該好像是在加油箱蓋的打開那邊 或者是在駕駛座門打開 就一個胎壓的建議值 如果以225-408冷胎壓 大概是3233PSI左右 所以胎壓設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前面或後面的主力值 一般來說 左右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 可以有段數的差異沒有關係 這部車我們經常在直播 所以如果車友們第一個來 有想要試乘呢 KT的台中工廠裡面 就有這部車可以讓車友們來試乘 歡迎大家來試乘看看 那第二個就是如果車友們有其他問題的話呢 也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第三個部分是這部車 因為安裝的頻率還蠻多 在YouTube上面呢 可以看到有GTI 7代的 7.5代的 還有7.5代Performance 有很多的一個GOLF 7代的影片呢 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好 以上是今天 GOLF 7代1.2 安裝KT 道路版避震器的介紹 謝謝大家 掰掰